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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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班的这一天我老公休息 我下班的这一天我老公就上班 然后等他下班的这一天 就是我们俩都有在家 怎么了 怎么了 妈妈 妈妈明天就回来了 妈妈一天 一天 好吗 拜拜 拜拜 我们下班的车站的眼睛 也是一个心脏 如果他有什么车子过来 我们要跟运转就是连控 他什么车站 有什么车在几分要开进 然后提前十分钟给我们通知 然后我们就要通知到站台上 站台上工作人员 然后他就会在站台清理一下 看有没有携帐人员在站台上 然后车停稳了 我们要播到达广播 然后车开简 都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 就是有的时候会碰到 又要接电话 又要回这个飞奖机 连控 有的时候会有点手忙脚乱 就是车次比较频繁的话 时间比较密集的情况下 就会有点忙 每天的话 十八钟到 差不多一百多汤车 工作人员还有旅客 全部都成交完毕以后 我们差不多要到十一点半才下班 有一次吧 我和小孩睡着 我和小宝去睡着了 我忘记给他搭被子了 大宝没睡着 大宝还给小宝盖上东西 然后转过来又给我盖东西 然后他给我盖东西的时候 我一下子惊醒了 大宝我说你怎么还没睡觉呀 他说没有 他说妈妈没有盖东西 我给妈妈盖东西 然后当时我就眼泪都感觉有点掉下来了 我就觉得孩子还很心疼妈妈 哇你看这个笑得好开心啊 你看是不是 这个是 辛苦 但是也幸福的 付出双倍 但是他也会 幸福也是双倍 这几年 因为我们这个班 轮的都是大年三十上班 然后大年三十他在讲 然后初一他上班 初一我下班 所以我们到初二 初二的中午才能说 一家人在一块吃一个团圆饭 就补了三十的这个饭 二零 二零 二二 二二 大宝生 虎虎生威 虎虎生威 那个时候我们结婚 不是想去旅游吗 不明月吗 都很没有去 欠你一次旅行吗 意思就是 对呀 你欠我一次旅行 然后现在可以把大宝宝带着呀 疫情允许的情况下 我想带你去一次浪漫的旅程 好 我等着 好 哈哈 我等着你去一次浪漫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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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着你去一次浪漫的旅程